快拿起手機 掃描QR Code 下載全新飛碟APP 接收地球大宗室 飛碟晚餐 我是陳輝文 中央民國111年5月13天 是禮拜五 那這個 我有猶豫啦 我不是那種要去跟人家 可是我今天 想得也想說 我不講大概是不會有人講 我想應該是這樣 我不講大概是沒人講 所以我還是講一講好了 因為這個疫情 各位聽說朋友要特別的了解說 我很早以前我就跟你講說 要蓋牌 蓋牌 我們不封城不普篩 不升級 就是要蓋牌 所以呢 大家要 我覺得政府有點放棄啊 就是說 可能他覺得 會出現這樣狀況可能 在他看來 他有取捨嘛 所以我們也跟大家講說 沒有百分之百完美的防疫啊 到底 這個我們是 像蔡總統臉書都在講說清零 其實我們沒有資格講清零 因為我們從來沒有清零啊 這也非常的奇怪 那今天公佈的確診數字六萬四千多 這個大家參考就好 因為 包括柯文哲 包括幾位防疫的這個公衛的專家講說 我們確診的黑數是用倍在算的 好有人說四倍 有人說六倍 我想要求 那如果是四倍六倍那就是二十幾萬啊 六倍的話應該是三十幾萬啊 好 那這些專家他們研判會有確診的黑數 連指揮官陳時中都承認這個會有黑數了 好我們看今天蔡總統終於啊 這個 不知不覺變得後知後覺了 開了一個防疫的這個諮詢會議 那會議之後做的三點這個才是啊 都是廢話啊 這個 什麼北北基要多開幾個篩檢站啊 然後要簡化這個看診跟靈藥的這個流程啊 要讓靈藥更方便一點啊 然後持續的這個增購這個防疫物質 你講的都是廢話啊 這些東西都不應該是總統的這個 層級應該講的 剛剛黃偉翰講說應該開國安會議 我覺得有這個必要 我覺得偉翰講這個有的就是國安會議說 他已經不是單純一個陳時中能夠處理 他是全國性的 而且我也必須批評蔡總統你太晚開了 這當然也是跟你的不領導不作為有關嘛 好你本來就不會執政了 我也不會奢求你去做什麼 但是在疫情的當下你身為總統 吃苦的是老百姓啊 好所以各位聽到沒有你注意到說 民進黨政府包括蔡總統 蘇貞昌陳時中 包括民進黨那些綠委 包括那些綠的那些什麼什麼 律師啊 網紅啊 1450啊 側翼那些齁 各位聽到沒有你有沒有注意到 就是已經是一連串這樣的這個齁 他們從來不認錯啊 他們不道歉啊 不然你是要怎麼 民進黨執政的態度是這樣的 你看我們今天疫情這段下 如果是馬英九不知道道歉幾次啊 如果是韓國瑜我看早就被轟下台了 可是我們這樣子對民進黨政府對蔡總統的逆來順受 我們換到的是什麼 所以我剛講嘛 他是不道歉不認錯的 蔡總統還在寫臉書說我們好棒棒 結果侯友宜把他洗臉說那你們好了 不然你來第一線 蔡總統你根本跟現實脫節啊 蔡總統是被保護的 如果蔡總統跟韓國瑜一樣 跟當初韓國瑜選總統一樣 到哪裡都有記者讀麥 到哪裡都有問必答 讓你問到寶 你才會看到原汁原味的蔡總統 他就是個空心菜 你把他讀稿機拿掉他就完了 人家講的三點才是不非 蔡總統那之前大家快篩之亂的時候你在幹嘛呢 你當初跟南亞說會有一億劑的快篩在哪 在哪裡啊 那是你4月20號講的我都會被日期我有病啊 你4月20號而且你還在民進黨中常會宣布 你到底是總統還是黨主席啊 政務跟黨務你分不清楚啊 你這麼昏庸啊 好就不管你是在哪裡講的 你4月20號說會有一億劑的快篩在哪裡 沒有啊 直到今天還是沒有 那你是在做什麼總統 你是不是有一年那個台南淹水啊 那時候不是這什麼要放颱風架什麼的 每年台灣都吵一些沒有意義的事情啊 那有一回呢剛好被賴清德給蒙中了 哎呦大家都在放颱風架賴清德都不用放 好結果那天這個被他猜中了齁 太開心了哇這料事如神 後來呢沒多久啊 又颱風又下雨啊 然後這一次他有放颱風架 因為風雨很大 有放颱風架 好 來清德不去看齋啊 太太難看齋 叫一個阿伯給他搶啊 給你送給他搶 搶說齁 阿你是在做什麼市長 憲長跟他搶說 你是在做什麼市長啊 是啊 蔡總統 你是在做什麼總統 你都知道嘛 你都知道老百姓排隊很苦 排快塞排PCR大家工庫坐過 你沒有辦法解決啊 你根本沒有超前部署 你是個很差的總統啊 你怎麼好意思講說我們的防疫成績很好 蔡總統如果你做得很好 為什麼百姓這麼苦啊 一天天就在那一台市 這個齁有網友在這個PTT啊 他的他是確診的齁 這個網友是確診的齁 他說他跑去塞PCR 他本來以為是免費的你知道 網友嘛 因為快塞陽性嘛 就是說那我來去做PCR 我就跑去排隊 排排排排呢 說你這個我跟你講 就是一國多治啊 他跑去這家醫院呢 跟他說你做PCR呢 這個如果你要12個小時知道結果是4500 24小時之後知道結果是3500 還有這種快單費 我看到因為這PTT 我跑去看 沒想到隔了這麼久了 台灣還有所謂的 因為快單是以前我們在比較 腐敗的時候一個漏洗啊 什麼意思呢 譬如說你去申請這個建造 你是開公司開建築公司 你要申請建造嘛 然後呢你就跑去縣政府 跑去市政府 說我是誰啊 我什麼的啊 我去申請 你你申請 你依照規定申請就是要等 排隊等 那你你如果用快單的話 我去申請喔 我夾個5萬塊 5萬塊啊 快單費啊 就5萬塊 你給歐元一下說 三百兄弟 我就等這個建造等得很急 你幫我處理一下 快單費的意思 就我沒想到我們的PCR也有快單費 欸 大陸的朋友 你們 我跟你講大陸的朋友 這個這個 做一次PCR 十二個小時拿到結果 人民幣要一千塊 你講給大陸的朋友聽沒有人會相信啊 做一次PCR一千塊 人民幣一千塊 你到底是幹嘛啊 做一次PCR要一千塊人民幣 我跟你講沒有一個大陸的朋友 你是搶劫還是土匪啊 為什麼做一次PCR要一千塊人民幣 你瘋了啊 瘋了 啊就在台灣就發生啊 這個就是你看到台灣 欸 你要快點知道PCR結果 你還要多繳一千啊 你要多付一千塊的台幣 人民幣要兩百兩百五 一比四的話兩百五 你為了提早十二個小時知道你的PCR結果 你的核酸檢測結果 你要多花兩百五十塊的人民幣 我跟你講 在大陸做一次PCR都不用兩百五十塊 人民幣啊 大陸的PCR是便宜的不得了 我們不曉得我們這邊在幹什麼 真的是爛透了 你用屁股對著大陸的人 你根本不曉得大陸發生什麼事情啊 那些每天看綠媒的根本不曉得 大陸PCR多少錢 人家PCR不用錢啊 大陸他們政府要求做的PCR通通不用錢 譬如說你在譬如說你在上海 你要這個出國去這個參展啊 或是什麼念書 你自己要出國的 對不對 你自己要出國的吧 那你要核酸檢測證明 那你自己出錢 這個跟政府無關是你自己要做的啊 那你就自己出錢 然後呢價錢非常的低 大陸做一次PCR台幣不用一百塊 這麼多大陸朋友可以幫我作證啊 大陸做一次PCR台幣不用一百塊 我們做一次PCR台幣要好幾千塊 我不曉得為什麼 我不知道 我們看這個PCR的狀況 這個是網友他去現場 因為護理師就跟他們解釋說 他說有些人就因為你要自費嘛 然後就回家了 這樣大家了解我意思 有人跑去醫院的急診要做核酸檢測 要做PCR 可是一聽啊 要錢喔 要好幾千喔 我不做了我回家了 我我我我我 各位朋友會不會有人真的是因為這個沒有錢 經濟狀況不好 所以我PCR不做我快篩也不做 你快篩要錢啊 快篩前陣子一劑要三百塊 三百塊年不見得買得到 各位聽眾朋友我的假設有沒有可能 會不會有人因為我沒有錢做PCR 我也沒有錢去買快篩 我口袋有錢但是這是我我一家老小的生活費 我買不起快篩我也做不了這幾千塊的PCR 那我索性我就不做了 有沒有可能我們去年接扣印我去我接到一位這個聽眾朋友講 他那等一下是講什麼單株抗體的時候他都兩萬塊 要自費兩萬塊 像是他爸爸還是媽媽 需要這個這個自費的這個這個藥物 我們先進下廣告 費的晚餐我是陳徽文 這個PTT的原PO 原PO就是第一個發文的這個作者 他要講說可以網路預約 然後有公費的扣打 有公費的名額 但是早就滿了 好我們剛剛這網友為童童有補充 有免費的有公費的 但是你預約不到 他就給你客滿了你根本搶不到 實際的狀況就是這樣子 好所以這個 我很難過的是說 會不會有人真的因為沒有錢他就不做快篩 沒有錢他就不做PCR 或者我剛剛講說像去年的那單株抗體 哎呀這個實在是 這講的實在是悲哀 如果是因為經濟弱勢而沒有辦法做PCR做快篩的話 蔡英文這是你的罪過 我們明明有錢啊 政府有錢的不得了 你去買那些又貴又爛的軍火 你為什麼 你為什麼 我昨天跟這樣 王任賢醫師說跟防疫有關的都應該免費啊 跟防疫有關的都應該免費啊 這個基本的概念你怎麼沒有呢 你找陳建仁賴清德 陳時中周志浩 這些都跟醫界有關的 你本來就應該免費因為是防疫啊 但是各位聽到沒有你要了解一個概念 如果政府通通免費的時候 廠商就很難賺了 因為這都是政府在供應嘛 政府在採購嘛 政府在免費提供給大家 廠商就沒利潤啊 那你這種東西你本來就應該免費啊 那到底是怎麼 什麼180然後人家賢貴 然後還被那些綠叉叉 去嘲笑人家 你去排伊蘭拉麵排那麼久 我叫你排個快篩你就叽叽叫 伊蘭拉麵不吃不會怎麼樣啊 而且我吃過我覺得好鹹啊 我不是在台灣吃 我在日本吃的 那這麼鹹的夭壽 可是快篩是跟你的 跟你個人的身體健康安全有關的 這跟拉麵有什麼關係呢 我跟你講人一綠 綠色的綠 人一綠就叉叉了啦 因為你必須想盡辦法去幫民進黨辯護嘛 你必須想盡辦法擦枝抹粉 哎呀這我們的防疫好棒啊 實際狀況其實不是這樣子啊 所以侯友宜嗆蔡總統是對的 所以防疫曾經沒有你下來看啊 你到第一線來看啊 侯友宜每天反應 我跟你講今天在指揮中心記者會 有記者問喔 就是拿侯友宜的話去問陳時中啊 陳時中還不太高興了 陳部長還不是很高興 他越講火越大 他有點有點是這個指責和尚罵突驢在 藉由這個記者在頂侯友宜 這個怎樣這個怎樣 其實侯友宜的出發點很簡單 就是你政府的應變要再快一點 不要再拘泥那些有的沒有的 哎 我講一句實在話 現在有人是為了防疫的保單去去做那個PCR嗎 因為我有保然後這個我希望獲得理賠啊 我可能保個五百塊一千塊我現在可以拿到十萬塊的理賠 這筆錢不賺這還得了啊 你現在算一算大概幾百億嗎 我是舉例的就是幾百億嗎 假設全部都賠都是幾百億嗎 那就政府出啊 啊我們防疫就花了八千多億啊 天啊有在差這幾百億嗎 看一千看一萬就看他在藍山呢 然後全部人就塞車塞在那裡 就全部人就把急診的資源擠爆掉 簡直莫名其妙 我們看這個和美鄉 這也是我們一個防疫的專家 他說要拼超額死亡 越低越好跟大家解釋一下什麼叫超額死亡 其實我們我跟大家講這大講的快一年啊 超額死亡是一個一個名詞的 什麼意思呢 何美鄉意思說 疫情發生前 好跟疫情發生後 疫情的前後死亡人數的比較 叫做超額死亡 因為你發生的疫情死人會會比較多嗎 會跟你沒有疫情那你看去年的六月跟前年的六月 去年六月跟前年六月我們就多死了兩千人 至少兩千人 我們去年一整年的亡故人數跟前年比 增加大約八千人 你看很可怕 一年下來八千人 可是光六月就兩千人 光六月去年我們疫情最嚴重的那個六月就兩千人 一整年是八千人 好所以因為我之前也謝謝星光醫院的紅子仁副院長 因為我上次問他說這個怎麼算 他跟我說昆仁兄這不用算了 不用算了 所以昨天蘇貞昌那邊大吹法羅說 什麼我們的死亡率致死率什麼那個都是都是外行的 基本上蘇貞昌我也是外行的 但是我是因為遇到紅子仁他跟我解釋 我來聽懂說原來不用去算了 為什麼 因為我們的疫情歐摩空才剛剛開始 而且我們有非常大 就是說你的分母跟分子都是錯的 當你的分母跟分子都是錯的都是假的 你就不用去算了 你這樣算數字會對才怪 分母不對分子也不對你怎麼可能會對 好不好所以我們那個什麼致死率死亡率那個都不用看了 我比較擔心的是說 隔天有沒有其實我沒有任何恐嚇大家 意思就是說你看到我們最近的這些這個病故的案例 有些他是 他沒有塞 他有打疫苗 他沒有慢性病 但是他沒有塞快塞也沒有拆PCR 因為他他不知道他確診了 他不知道他確診了 然後他昏迷送醫院 當天就走了 就這樣 那這些就是你蔡總統在蔡政府你的防疫政策 你必須付出的代價 那這個代價會不會是你會不會是我不知道 可是我們去年就有人就是這樣子 就是你不塞嗎 就是李秉穎這種人 普塞我百分之兩百反對你反對什麼 反對什麼 是你不敢塞嗎 這跟普塞到本來就應該普塞 我再講一遍 他有打疫苗打三劑的疫苗 他沒有慢性病 他沒有做快塞也沒有做PCR 我就沒症狀我幹嘛做 對不對 沒有做快塞也沒有做PCR 我沒症狀啊 可是呢 我一昏迷送醫急救 救不回來就走了 等到已經往生的去測 這個人確診了 他PCR確診了 他是 身後才確定他是確診 你生前他不知道 他連求救的機會都沒有 他沒有症狀 他一覺得不舒服就已經走了 就來不及了 這什麼什麼機會都沒有了 什麼什麼什麼瑞德西韋什麼都不必了 根本沒機會就走了 這有沒有可能發生在我身上 有啊 如果不幸發生在我身上 我謝謝大家 阿智謝謝 謝謝長期以來配合 你不知道發生在誰身上啊 打滿三劑疫苗 沒有慢性病 我還有慢性病啊 沒有慢性病 沒有快塞沒有PCR 沒症狀我塞那幹嘛 你也好了 沒症狀啊 一出現問題一昏迷送醫院就走了 死後去測啊 PCR確診 怎麼會這樣 怎麼會這樣 所以你看和美香講那個超額死亡 去年就8000人了 光6月就2000人了 我覺得6月這2000人你加進去台灣的死亡率不得了 可是洪子仁院副院長他他提醒我的說 我們講去年三級警戒他說你把這2000人加進去嗎 我是這2000人加進去加在分子上面嗎對不對 這個火化多了2000人 他非常有可能是因為確診死亡但你沒有採嗎 好 那如果你把這2000人再加上去台灣的死亡率會嚇死人 但是你加的分子你分母沒有改啊 這樣大家懂我意思嗎 也謝謝洪子仁副院長的解說 因為我們沒有普篩我們是蓋牌的 所以我們的分母一定不是一萬五 我們去年三級警戒那時候確診是一萬五千人 我們的分母一定不是一萬五 可能是一萬五的好幾輩子是你不知道 好不好那為安慰大家我再次的給大家心靈雞湯 美國的CDC官方的研究統計 美國18歲以下的青少年跟兒童有75%身上有抗體 美國18歲以下有75%身上有抗體 美國總共有抗體的人58% 他們全部的他們推算 這個當然是一個模型的推算 就有58%人有抗體 表示美國的疫情 美國有3億多人嗎 他確診是8千多萬嗎 可是他有58%的人有抗體 那表示什麼 表示很多人已經確診過 他不知道 他不知道確診就變成這樣 所以我也沒有辦法再安慰大家或什麼 但是我就跟你講 蔡總統執政他就這樣 好那我沒有要製造恐慌 我是要跟大家解釋一個概念 就是我之前跟大家講基隆的那個 這個陳小姐離開那狀況就說 假設你盡力 你政府超前部署 你學新加坡送快篩送口罩送血氧機 你政府讓大家都免費 你不用排隊 你買好了排隊等什麼疫苗等等什麼 等什麼快篩不用都不用排 我政府買好寄給你送給你 免費給你 讓經濟弱勢的朋友也能夠 你要三千五四千五不用 所有的都免費都政府提供 然後給你充分的藥物 好今天陳時中還拗說 欸什麼什麼如果沒有確診給藥什麼 你那些都抗拖 那些都廢話 那個都是插話 各位聽到沒有 我們沒有怨天友人 我說你政府如果該做的都做了 你很認真的做 然後都讓老百姓都免費 然後都有相關的什麼配套 你都給了 然後發生的不幸 大家比較不會亂談 對不對 我請問大家政府有很努力做嗎 政府做的很爛 這個就是不甘願的地方 來我們看今天自由時報的社論 他的標題是誰在製造一宗謊言 這這種沒辦法 就這個這個你說是言論自由嗎 我也不曉得叫什麼來來界定 這個國內的大報說誰在製造一宗謊言 那各位聽到沒有 我們的憲法中華民國憲法 本來就是一個中國 本來就是一個中國 自由時報你想修憲嗎 你想台獨嗎 你說一宗是謊言 那現在意思就是要 因為自由時報寫說 他裡面寫一個台灣政策 我剛問那個政大的吳教授 有這個 就是One Taiwan Policy 我從來沒聽過 這一定是我書念的少 One Taiwan Policy 一個台灣政策 我從來沒聽過 我只有聽過One China Policy 跟One China Principle 我從來沒有聽過什麼 叫One Taiwan Policy 自由時報你發明的 你自己還可以發明這個東西 他說美國的一宗政策 與其說美國的一宗政策 不如說他比較像一個台灣政策 什麼時候美國 上上下下誰講過一個台灣政策 我真的沒聽過 那如果要修憲 我覺得台獨恐怕會變烏克蘭 而且美國也直接講說 美國不支持台獨 所以 對獨派朋友到底想清楚了沒 就是說台獨他可能 事情不同 浪費很多時間 我這樣講 我之前跟他講 加泰隆寧亞就是這樣子 我們之前還有一個大陸的朋友 他仍舊在加泰隆寧亞 也謝謝他當時跟我們連線 講一下當地的狀況 索馬利蘭也是 索馬利蘭就在索馬利亞隔壁 他們本來是一個國家 然後他就說我要獨立 他真的獨立的 索馬利蘭獨立30年 今年應該是31年 去年我們講30年 今年應該31年 他獨立的31年 沒有人承認他 大家都承認索馬利蘭 索馬利亞說 你承認索馬利蘭 大家就翻桌子 沒有人敢承認索馬利蘭 你獨立的31年 我跟妳講 以我的程度我當然不曉得 索馬利亞跟索馬利亞你們在吵什麼 我真的看不懂 那加泰隆寧亞跟西班牙在吵什麼 我也看不懂 我只知道加泰隆寧亞的首輔叫做巴塞隆那 是西班牙的經濟重心 西班牙的第一大成 然後加泰隆寧亞他一直想獨立 他一直辦公投 一直想脫離西班牙 我要自己成立一個國家 西班牙就不準了 加泰隆寧亞推公投90%的 我要獨立 一面倒90%嚇死人了 一面倒說我要獨立 可是沒有人承認你 那西班牙就去鎮壓 西班牙有他的法律 他的他的國家 其實西班牙一開始也是一再容忍 一再的放權力給他 可是加泰隆寧亞覺得不行 我一定要建國 我管你的 結果我問你現在加泰隆寧亞有獨立嗎 有成功嗎 我跟你講當初在弄的那些 抗爭那些 很多被抓去關了 有的流往海外到現在不敢回西班牙 你回去就被抓了 所以我講這兩個例子 有想清楚了嗎 你看烏克蘭為什麼被打 然後你說那我們來拼台獨 一中是謊言 誰在製造一中的謊言 那我們來台獨這樣子 這到底到底是 美國說我不支持台獨 你是沒聽到嗎 還是你覺得美國在騙你 美國嘴巴說不支持台獨 其實美國是要支持台獨 你信嗎 我沒有要潑台獨的冷水 我覺得 這大家應該更理性更冷靜的來辯論 來論證嗎 這台獨走得通走不通 台獨可不可行啊 就是我們完全不要管 對岸的習近平跟14億的大陸人民想什麼 我們就台獨這樣 台獨 那台獨必須付出的代價 當然台獨有利有弊啦 事情一定是有利有弊 那他的代價我們承受得了嗎 我們真的準備好了嗎 貝利晚餐 我是陳維文 聽說朋友因為這個 從李登輝總統那時候開始啊 我呼應住住就講 就是我們在很多不該退讓的地方 退讓了 就李登輝這個叉叉 一路的對民進黨 縱容啦 寬容啦 包庇啦 退讓 這個台獨的這個假議題 困擾我們幾十年了 甚至還有人拿他來騙票 拿來募款 拿來撈錢 拿來主持節目 哇 這真的是名利雙收啊 我為什麼說他是假議題呢 第一個他是違憲的 第二個呢 兩岸的問題要兩岸一起解決 你單方面的台獨 是行不通的 啊 啊 統一要兩邊都同意 才能夠合議 統一嘛 台獨要兩邊都說 哦你要獨立哦 啊你要拿那再見 好 也要兩邊的合議啊 我們很奇怪就是很扭啊 好不曉得是民進黨跟綠美 你們到底是在想什麼 好譬如說 去年跟今年 通電話不算啊 我們講是視訊的對話 拜登跟習近平在去年跟今年 各有一次的視訊的這個會議啊 好他們就是線上的峰會這樣子 那去年跟今年呢 開完會之後大陸的官媒啊 都講這個四不一無一啊 講了兩次啊 好 那已經講了兩次四不一無一呢 這個我們的蔡政府啊 好像國安局啦 外交部啦 陸委會 全盤的否認 包括今天的自由時報 否認啊 那我先跟大家解釋一下這個是 美路 這個 像最近那個誰 那個馬克宏不是跟習近平也 開這個視訊的這個應該是通電話什麼的 結果兩邊都發新聞稿 這個是比較特殊的意思就是說 馬克宏發的新聞稿跟大陸發的新聞稿是大同小異 還發什麼什麼 什麼什麼英文法文中文 發各種不同語言版本的 那這個是比較特殊的狀況 我說大陸跟美國的這兩次的峰會 就是習近平跟拜登這兩次峰會呢 他的慣例就是說欸 你寫你的我寫我的 你講你的我講我的 你講的我不會承認我也不會否認 我講的你不會承認也不會否認 你各取所需各所需各說各話有點這樣的味道 那大陸講的兩次是不亦無異呢 這個民進黨包括蔡總統 很怒啊沒有 沒有就是沒有 你看美國都沒有承認你幹嘛這樣子 就是有點在硬拗跟瞎掰沒有關係 因為你瞭解民進黨瞭解綠媒的個性就他們很愛拗啦 爬爬爬也不要把你拗拗 他們瞎掰已經習慣了齁 那事不亦無異呢 蔡政府不認 好那大陸已經講了兩次 美國都沒否認美國太美國就隨便發個新聞稿說沒有那個北京說什麼事不亦沒這回事啊那就沒了 那不是問題是解決這美國都不敢否認 那我們就不要在程序上就解我問大家事不亦無異是啥 第一個不尋求新的冷戰 第二個不尋求顛覆中國的政治體制第三 不尋求國際同盟圍堵中國 第四不支持台獨 第五無異與中國發生衝突 這個叫做事不亦無異啊 有點不太通順啊 這個有長有短的亂七八糟 好我們就綜合來講 好來來來我準備這個給大家看 啊這我們今天用這一張 剛好呢 今天聯合報的這個 四不一物總共五個點嘛 五個點 那今天聯合報的這兩個標題呢 就應驗了兩個點 來 有沒有 你看坎伯講什麼 坎伯說 美國要與 下面一點 這樣可以 美國要與大陸競爭而不是新的冷戰 那你看旁邊這個美國國務院講什麼 美國重申不支持台獨 那不就是剛剛四不這樣可以啦 好 光光一天就兩個點 就你蔡政府你都不敢承認沒有沒有 人家一天就兩個了 坎伯是白宮國家安全會議的這個 這個這個印太事務總監啊 Curt Campbell 我們昨天也提到他 他就講說我們沒有要新的冷戰啊 但是我們跟大陸有競爭啊 他講的啊 那不是我講的 美國國務院發言人 Nick Price他說我們沒有支持台獨啊 我們不支持台獨 他講的也不是我講的 自由時報昨天不敢寫 今天終於寫了 我覺得你本來就應該寫 因為他寫的是Need Price的這個版本 就是美國國務院的發言人說 我們不支持台獨啊 那你一隻一隻自己在想說 啊這個這個事不宜無意 是大陸的認知作戰 大陸發明的陳明通這些的 就是縮頭烏龜啊 就你不敢去面對嘛 然後就開始想說啊是大陸的認知啊 大陸在在在分化啊 你看美國那我們就不要 計較那些程序性的東西 就這五個點 事不一無一這五個點 不支持台獨不尋求新冷戰 大陸是用講的 美國是用做的呢 那你還不緊張嗎 他就他就跟你講說我不支持台獨 我也不尋求新冷戰啊 那你看另外三個他也無意與中國發生衝突啊 他也沒有尋求國際同盟要圍堵中國啊 譬如說亞洲版的北約 沒有啊 你說他那什麼什麼印太經濟架構 到底現在什麼東西也不知道啊 他的Quad 他的五眼聯盟 他是AQUS 也沒有圍堵大陸啊 也沒有圍堵中國 沒有啊 那他有沒有顛覆中國的政治體制 也沒有啊 他上次幹的是香港啊 把香港弄得亂七八糟啊 他不像川普啊 川普跟彭斯還有蓬佩歐 他們一直把這個CCP跟China是分開的 他是刻意把 中國共產黨跟中國分開 他要挑撥中國人民跟中國共產黨的關係啊 所以他們反的是CCP 啊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怎樣怎樣怎樣 他一直罵共產黨 他是不罵中國 也不罵中國人 但是以目前 這幾十年來 共產黨在大陸的這個 我想請問川普 彭斯跟蓬佩歐 你這樣挑撥是有用嗎 那個是川普時代 現在是拜登在當總統 所以我再唸一遍你自己去想 不尋求新冷戰 不尋求顛覆中國政治體制 不尋求國際同盟圍堵中國 不支持台獨 無意與中國發生衝突 這事不一無意 不就是Exactly 拜登政府在做的嗎 講是大陸講的 大陸說美國講事不一無意喔 講是大陸在宣傳大陸講的 做給你看的是美國 美國他的他的所作所為就是事不一無意啊 不是嗎 那蔡總統我們我們為什麼要像駝鳥一樣把頭埋在上 沒有沒有沒有那是假的 那是大陸騙我們的沒有這回事大家不要怕 你不能這樣子處理啊 而且大家一定可以很清楚的發現就像我剛剛跟錢子講的 拜登總統跟川普總統他就是完全兩個南原北側的 亞太的這個印太的中國的兩岸的他就是不一樣啊 川普是每天又又罵又那邊川普就是這樣的人 可是拜登顯然就不是啊 難道我們要自己騙自己嗎 拜登跟川普一樣還是說你要告訴我 拜登比川普對大陸更硬有嗎 有嗎 拜登整個都軟下來了怎麼怎麼怎麼會拜登比川普更硬呢 拜登有他的考量 他考量的是美國的利益 他考量的是他的期中選舉跟他自己 這個2024的連任那想的是這個啊 任何跟美國利益有衝突的 他一定是排除掉啊 他是美國總統他不是世界總統他不是台灣總統也不是大陸總統他是美國總統啊 他在管你什麼 唉 這個事不亦無異 你可以從各種角度去解讀啊去分析我們還會在談但是 我覺得 蔡總統跟民進黨的這些官員 要勇敢一點啊 因為美國變了美國換總統換了一年多了 美國在變我們要跟著變 不要再玩抗中保台那這條路走不通啊 台獨跟抗中保台的下場是什麼 來來來我們講一下國際新聞 這很悲哀啦 你看這個北約 熱烈歡迎芬蘭跟瑞典加入啊 聽說很快就要加入的 我都看著覺得很偽善啊 我想請問北約這些叉叉 那你為什麼不讓烏克蘭加入呢 可以聽到我沒有跟你開玩笑喔 今天就今天 你可不可以今天讓烏克蘭加入 當然可以啊 那你為什麼不讓烏克蘭今天加入北約呢 你有看到北約這些國家的偽善嗎 偽君子啊 啊芬蘭跟瑞典要參加歡迎歡迎 我們一定火速讓你通過 那你為什麼不讓烏克蘭通過呢 你今天就讓烏克蘭加入北約 北約的第五條 他們那個合約的第五條 共同防疫權 馬上生效北約馬上派軍殺進烏克蘭 把俄羅斯擊退去打啊 你叉叉啦 那你為什麼不讓烏克蘭加入 瑞典跟芬蘭歡迎光臨 烏克蘭你旁邊跳 什麼意思啊 你知道國際社會多現實啊 那是假的啦 你今天也可以讓烏克蘭加入啊 你為什麼不讓烏克蘭加入 真噁心啊 你相信北約才怪 這種這種莫名其妙 我們看這個東協 東協有十國 扣掉緬甸跟菲律賓呢 有八國的這個總統總理啊 親自飛到華府啊跟這個 拜登開的所謂的這個東協的峰會啊 好那這樣真的 這我就覺得莫名其妙 那其實 東協這幾個國家的這個總統總理呢 也非常的抱怨啊 他們認為拜登說 你把我們大老遠的找來 把我們當小弟啊 你好歹安排這個一對一的這個這個 雙邊的會談吧 沒有 叫我們炒大鍋菜 大鍋炒 好那這東協這八個國家都沒有制裁俄羅斯 東協十國唯一制裁俄羅斯的是新加坡 另外九國都沒有制裁俄羅斯 那去開會的八國 新加坡有去啊 拜登要怎樣嗎 拜登也沒有怎麼樣 所以你看美國媒體很好玩 大陸怎麼沒有制裁俄羅斯的 印度有制裁俄羅斯嗎 印度也沒制裁 那你為什麼不去罵印度 因為印度的總理前一陣子 因為上禮拜 才跑去德國法國跟丹麥 你們看到印度的總理來 你們不是立刻跑去 因為印度的市場非常大 十幾億的人口啊 印度有制裁俄羅斯嗎 印度買了一大堆俄羅斯的那個原油啊 你們不是還奉為喪兵 你就知道國際社會有多憲 多可悲啊 多可笑啊 你敢制裁印度嗎 我笑你不敢 這些這些列強這些XX是能信嗎 那美國呢 他們在參議院要通過一個法案啊 本來他們需要這個一致同意啊 他們這個美國參議院的一個制度 就是說如果大家都沒意見我們就火速通過 大概是這個意思啊 結果呢有一個美國的參議員 這是肯塔基州的這個參議員叫做保羅 他說我反對啊 我反對我們莫名其妙的去幫助烏克蘭 他反對啊 那因為他的反對這整個法案就卡在那裡 這當然由他們參議院再去處理 那這個參議員保羅他講什麼 他說我宣誓效忠的是美國 我看到這個我都我都我都這個 雖然保羅參議員我不認識你 但我覺得你講的 我是美國的參議員啊 我是美國的參議員 我我為什麼要去 這麼遙遠的烏克蘭是干我什麼事呢 他反映的是美國部分的民意啊 就是說我們幹嘛去救烏克蘭 我是美國的參議員我效忠 那同樣的 哪一天台海打起來我是美國參議員 我效忠是美國憲法 大陸跟台灣打起來干我什麼事 也不干你的事啊 你效忠的是美國憲法 台灣跟大陸打起來跟你有什麼關係 其實也沒什麼關係啊 不是嗎 那我吼我一個做夢就說 藍綠要在這個年底拼這個公投 有沒有人有沒有可能靠民眾的自覺擋下來 欸 祖宗二日你沒有讓我收民望一下 有夢最漂亮啊 希望最漂亮啊 有沒有可能靠民眾的自覺擋下來 嘿嘿嘿 謝謝大家下禮拜見拜拜 謝謝 謝謝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